李东则快步返回办公桌,用力地搓了搓手,情绪高涨地打开电脑,编辑信息。 傅百夫长,属下有事汇报,刚刚收到消息,我招揽进来的那位夜游神已经成功通过试炼任务,返回现实。 是的,他已经成功通关蛇灵隧道。 点击发送。 在白虎兵重的制度里,非十万火急之事,下属是不能直接打电话给上级的,通常是以邮件、信息汇报。 原始通关蛇灵隧道,是大事,但不是急事。 消息发出去十几秒后,李东则放在桌边的手机响了,来电显示是傅百夫长。 直接打电话。 李东则立刻抓起手机接通。 李东则,你要对自己的话负责。 扬声器里传来年轻男子冷冰冰的嗓音,咬字清晰。 百夫长,这件事确实让人意外。 面对百夫长的警告,李东则却无比轻松,我刚与他通完电话。 有攻略吗? 傅清阳立刻问道。 还得稍等片刻。 傅百夫长沉默几秒,冷冰冰的语气转柔和,道。 我并没有抱任何期待,没想到收获了惊喜。 此人能通关蛇灵隧道,必有过人之处。 李东则,你为白虎兵重招揽到了人才,我会上报给长老团,寄你一个大功。 哦上帝,这简直太美妙了。 李东则嘴角笑容扩大,旋即响起了什么,压低声音道。 需要保密吗? 他招揽了一位夜游神的事,在康阳区队长及人物里已经不是秘密, 即使之后刻意不提,时间长了,也会被人注意到,瞒不了太久。 尤其是五行盟和太一门签过协议,全国境内出现的夜游神,太一门都有优先挑选的权利。 这个协议,导致五行盟几乎没有自己的夜游神,就那么零星的几个。 傅清扬痴笑道,为什么要瞒,太一门已经明确表态,不要这个夜游神,由不得他们反悔。 你需要防备的是五行盟内部的人,摆花会的那件事,我不希望再发生。 我们要以德福人,收服他。 这和李东则想法一致,当即虚心求教,请赴百夫长指点。 给他转正,加工资。 啊,加工资? 这是以德福人吗? 我不喜欢用钱来收买人心,因为以利相聚,必因利散。 我更喜欢以德福人,但得需要时间来展现,而前立竿见影。 傅百夫长语气平静,尽快让他写一份公月,我要知道山神庙的核心信息。 顺便把太一门的人情给排了。 任何,S,级的灵静,必然都包含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和情报,不是普通灵静能比你的。 明白。李东则结束通话。这算哪门子的以德福人,不过这确实是傅家的作风李东则摇摇头。 这位傅少爷的家族,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远赴国外发展,躲避战火。 经过百年的经营,俨然成长为庞大的资本巨恶。 后来傅家接受国家抛来的橄榄枝,带着大笔财富回国发展,参与到经济建设中。 傅家不但是一个庞大的资本,同时还是世代传承的灵静行者家族,该家族每年都会出现一定数量的赤后。 是百虎兵重中,不可忽视的一股家族势力。 傅百夫长年纪轻轻,就精通各种超能力,被戏称为官方组织四大公子中的前公子。 这时,李东泽看见康阳大驱灵静行者管理群友人和自己。 青藤,李东泽,李时长,你那位新招的夜游神情况怎么样? 青藤是百花会的队长,换成其他木妖这么问,李东泽就要怀疑对方别有用心了。 但这位女队长性格温和善良,不是那种不讲武德的妖艳见货。 白龙,哇,此话诛心啊! 明知道不可能有人通关蛇灵隧道,你还要刺激李时长。 李东泽还没说话,和青藤有过节的白龙率先跳出来撕逼。 大鸡吧,肯定丧生在蛇灵隧道了,昨天我管理的辖区也有人在蛇灵隧道失踪, 那可怜虫到现在都还没找到,基本是死在灵境里了。 知性子的伙食还是这么的讨厌。 除了这三位队长比较活跃,其他人没有说话,似乎对这件事已经没有兴趣了。 我的伙计们,你们会嫉妒我的,就再下一秒。 李东泽随手发了一个一千元的大红包。 自己递一个抢,抢了一个五块钱的。 青藤,谢谢老板。 白龙,老板大气。 大鸡吧,老板腰好甚好。 他们几个本能地抢红包,感谢,走完这个流程,然后陡然反应过来。 白龙,不会吧。 大鸡吧,李东泽你什么意思,把话说清楚。 青藤,李时长。 李东泽,感谢大家关心,我新招揽的夜游神顺利通关蛇灵隧道。 群里一下子没了动静,如同全体禁言。 袁婷,李东泽,不要开玩笑。 不怎么喜欢在五行盟管理群冒头的太一门夜游神,率先冒头。 和其他队长不同,事关本职业的大事,他无法对李东泽的信息视而不见,哪怕他开玩笑的可能性更大。 其他队长还是没有说话,默默等待李东泽回复。 这时,傅百夫常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。 至今日起,蛇灵隧道首杀属于我们五行盟。 稍后我会把灵境攻略同步到信息库,作为S即是恋灵境,它能诞生出比其他灵境品质更高的夜游神。 相信对组织培养夜游神计划有着极大的帮助。 看着这段长篇幅的文字,众队长猛了。 傅百夫常是直视级人物,说话的分量和李东泽不同,他既然这么说,此事必然真实。 蛇灵隧道真的被攻略了?李东泽招揽到了什么怪胎? 这一刻,队长们忽然意识到那位新人的价值,不再是稀少职业而已,他本身,或许才是最值得投资的。 大鸡吧,我又想团建了。 你是想挖我墙角了吧? 李东泽嘴角一抽。 水上飘,这个月不跑船了,约个时间搞聚会,就今天吧。 唐国强发了一个红包。 白龙,聚会可以,但我认为百花会不能参加。 青藤,呵呵。 拳王,我很好奇那位新人是怎么通关蛇灵隧道的,能做到这件事的,恐怕不是常人。 李东泽运气不错,招揽到了一位人才。 眼见群里人心浮动,傅百夫长又发了一条信息,我会以蛇灵隧道的攻略位筹码,向太一门争取夜游神名额,尽量在五年内给你们每个队伍都配一位夜游神。 青藤,谢谢傅百夫长。 大鸡吧,卧槽,还有这种好事。 群里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。 百夫长这招妙啊,有了这个大饼李东泽吐出一口气。 接着,几位队长热情高涨地讨论起培养,分配夜游神的长远计划,以及明里暗里地向李东泽打探那位首杀的好汉是谁。 是男是女,方灵几何。 但李东泽就是不告诉他们。 在队长们愉快讨论之时,太一门的圆庭心情却截然不同。 他愣愣地看着傅百夫长的发言,反复看了好几遍,终于让自己消化了这件大事。 连太一门都束手无策的蛇灵隧道竟然被攻略了。 那个新手是怎么做到的? 作为本职业的灵静,作为夜游神,他比其他队长更渴望得知真相,百爪挠心般地难受。 但,现在不是纠结真相的时候,要把这件事上报给组织。 像这样优秀的夜游神,难道不应该加入太一门吗? 孙长老糊涂啊,他怎么能胡乱许诺,害太一门白白损失了一个人才。 圆庭心里对那位长老产生了些许埋怨。 张元清成坐出租车来到警署,轻车熟路地绕至大楼后,迈入了精英感十足的玻璃楼。 登上二楼,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喝茶的混血玉解, 翘着超模般的大长腿,衬衫,套裙,黑丝,高跟鞋。 小妖纤细而胸脯饱满,妆容精致发型时髦,如果职场女神需要一个标准形象,张元清觉得就是她了。 好在她的审美玉子已经被小姨锻炼得极高程度,面不改色地打招呼。 关雅姐。 关雅放下茶杯,起身迎来,笑吟吟道。 嘖嘖,我还以为咱们大学生是一只小奶狗,没想到是一只小狼狗。 恭喜成为夜游神,姐姐奖赏你一个拥抱。 她打开怀抱,胸怀伟岸。 已经初步摸清楚对方性格的张元清没有上套,愣笑道,妖女,岂敢如我。 换成其他姑娘,张元清肯定不会说这种话,但关雅是老司机, 踩油门才是和她正确的交往方式。 关雅愣了一下,咯咯笑了起来,道。 走吧,时常要见你。 她走了几步后,突然回头,浅浅笑道。 在灵境里收获不小吧。 不,不用跟我说,隐藏实力和手段是每一位灵境行者必备的素质。 我没想跟你说啊。 张元清一愣,旋即反应过来, 她的意思是让我适当地保留秘密,不要把家底都交代出来。 跟随着关雅,张元清再次进入奢华的办公室, 看见李东泽舒服地躺在软椅上,手里夹着雪茄。 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吗? 李东泽一边起身往会客沙发走,一边打量着张元清。 什么?张元清配合地问。 我最担心你在来的途中被人劫走。 李东泽打开酒柜,取出三个玻璃杯,道,喝什么? 可乐。张元清回答。 关雅,让人去买。 李东泽当即吩咐。 不错,地位提升很明显嘛。 张元清跟着李东泽入座,后者喝了一口酒,直入主题。 后生可畏啊,你做得非常好。 待会儿要麻烦你写一份详细的攻略经过, 不过在此之前,我想问问, 你有在山神庙发现什么不太寻常的信息吗?